你好,我是宇木,散文,有过 This kind of certainty comes but once in a lifetime 如此确切之感,唯有一生一次 2014,5月24 最近观赏了麦迪逊之桥The Bridge of Madison County 这部片使我想起过去的点点滴滴比较多 而顿悟未来的种种比较少 然而点点滴滴零零种种 多多少少少少少多多我的思绪问乱 最后一篇抒发 题目是有过 徘徊在拥有过 还是有过错 希望会想出一些东西来 认识一位喜爱听音乐的朋友 家里收藏不少CD 起初浏览它的小宝贵 两三张CD是完全没有裁缝的状态 让我非常的疑惑 它给了我一个自然到 不会去怀疑的答案 它说因为正好有相同的音乐档案 所以CD就没有裁缝了 随着时间 我们的友谊也逐渐的累积 真相也逐渐的明朗 可见那时候有那么一丝丝的怀疑 还是有的 它说 你手上这张CD没有猜是因为封面 是特别版 那一块没有猜是因为生日礼物的纪念 还有这样的回答 像是这一张 应该是忘记猜 忘记自己有买 奇怪怎么会都没有打开来过了 没关系你拿了我 现在就打开来看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一样是自然的回答 我就没有先前的疑惑了 看着它的收藏 我抽了一块 比较靠近柜子边缘 没有裁缝 的CD 虽然我和它有好几年没有见面了 它 会听的音乐类型 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我拿的那张CD 是整个柜子里面 完全没有的音乐类型 小邦的CD 对小邦 就那个Federhick小邦 它平静的 把CD接过去 并且说 这张 没有裁缝 是因为上面有 眼泪 爱情的眼泪 它的语调听起来 已经是雨过天晴 不过空气中的湿度 依然凝重 我感到不安 就像是面对琳琅满目的 飲料柜 我选了一罐 从来没有喝过的口味 结果很难喝 而且喝的人 而不是我 他继续说 慢慢说 总之他没有因此而沉默 才让我 有那么一点 赦免了 我自己的无心之过 他说那时候哭得很厉害 你看盒子上面的 透明包装 那个塑胶封膜 已经 有点 浮浮 泡泡的 他说是不是 他说被人家问过 是不是家里有淹过水 唉 如果拆封了 怕忘记自己有过 如此真性情的证据 也怕因此而 忘记那个人 他的自白 我听到星坎里 看着他手上 没有拆封的CD 那画面就好像有 小邦的音乐 当做背景音乐一样 而且 会这么说的人 会这么自白的人 对我而言 担心 担心忘记 而没有拆封的行为 是多余的 因为 有些人 有些事 在心里 不会忘 他就是不会忘 这张CD的曲目 真的没听过 真的不熟 或许 或许 需要在对的时候 才敢去 听听看 他 他的泰然感染了我 看过高山 是高山 见过花开 是花开 也未必要到 天命而顺 才能 看照片 不再是照片 听音乐 不再是音乐 只不过 未拆封的 小邦CD 一则等待 以避免 听音 伤情 二则等待 以避免 坏了 好乐章 应该有的 欣赏 情境 如他这样喜爱音乐的人 到底是哪一种的等待 我不得而知 麦迪逊之桥这部电影 坦白说我第一次看 可是他问世已经很久了 我可以说 等了将近二十年 也不过就 两个小时的 观赏时间 精神交汇 像这样子 樱花式的邂逅 我 我 仍然感到 值得等 等得 值 要说是有心还是无意 天晓得 就是在 这个 时候 选择 观赏 起初 1995年 上映 我 还很年轻 估计 爱情两个字 还写的 歪歪扭扭的年纪吧 纯粹 因为文艺爱情的题材 实在是 很冷感 没有兴趣 所以忽略了这部片 只记得当时 片子在市场上面 有这么说着 家贫以上 轰动未满 的印象 后来 爱情两个字 仍然是 写不好 但也写了 不少遍 变成了 不太敢看这部片 应该说 不太敢 轻易的拿出来 当作娱乐片 来观赏 或许怕伤心 或许怕 可惜的 好电影 所以就继续放着 一放 就快 二十年 而 现在 端正 或是 工整 这些对于写字的 形容词来说 可以 概观论定 这辈子跟我 没有任何关系 也就没有想要打算 让自己 能够把 任何字 写的 多好看 更别说是 爱情 这两个字 此时候的 坦然 某种程度上 万事俱备了吧 只欠一个 夜晚 夜晚必须是 礼拜五 心里面有一点 蓝色 窗外 天气 应该不要太好 飘一点 细雨 看个 这样的电影 很讲究的 就差没有去翻 黄历 果然二十年的 等待也好 期待也罢 我 得到了 心灵上的 满足 我想主要是 因为我 有体会了一句 核心的对白 是我写在最前面的 this kind of certainty comes but once in a lifetime 我翻译做如此 确切的感觉 唯有一声一次 故事本身已经完整交代 容许我再多说一些 小说原著作者是 摄影师 电影故事主人翁也是摄影师 我自己求学的时候 也有涉略摄影 有如几个说着 共同母语的人聚在一块 容易往母语的文法来理解 所以当我们的双眼 在观景窗的一端 看着另一端的美景 却不可以 没有办法捕捉下来的时候 他是没有办法重来的 也没有办法告诉别人 久而久之 我拿着相机的时候 曾经对自己说过 或许世界上有些东西 只能记在人心 给自己明白 无法放在相机 可以与他人分享 再来相机可以连续拍摄 当然爱情也可以 大不了回过头来 再选一张最完美的照片就好了 可是 已经有相当美好的照片 是否还 应该仗着 电池还有电力 底片还有 甚至还有时间 甚至还有记忆卡的空间 继续多拍几张 说不定会拍到更好的照片 摄影来说 当然不是问题 但是在爱情里 你觉得呢 一声一次的确切感 未必局限于爱情 更未必唱到一声的尾声 才能体会 遇上了 替你兴奋 错过了 邀你喝一杯 完全不知道 这在讲什么东西 也请你放心 因为 所以 肯定烦恼会比较少一些吧